今天呢是我们第一天使用红外的测温眼镜 以前呢我们用比较传统的一些俄温枪 就是可能需要一个一个有序的排队的 现在呢我们领进了VR的眼镜 两分钟之内可以测将近百个人的温度 我们这款眼镜其实功能非常强大 它可以通过一个红外的测温和识别 你可以在眼镜里面直接就看到眼前的人 它的一个最高温度 而且当检测到有人的温度超过 比如说38度或者37.5度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个预警 可以快速地来告诉防御人员 有人是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你用下来整个感觉吧 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觉得 比以前要轻松 然后呢也不妨碍到我们游客游览的心情 优优独播宾的时间 请在下载松